如果很长时间没有释放 时间还是会很短吗 会的 一般提这种问题的人 一定是尝试过 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境遇之后发现 时间还是很短 没有任何效果 那你想想能有效果吗 会影响我们的时间的因素有很多 比如说你的心理上的焦虑 紧张 状态不佳 姿势技巧的问题 大脑披生太过于兴奋了 我们的发射预知太低了 对敏感的耐受力太差 这都有可能 但是很少是因为自愈自乐而导致的 所以你根本就搞不清楚原因 就觉得一定是自愈自乐的问题 毕竟你可能自愈自乐的时候太快了 或者又是觉得自己是纵欲过度而引起的 于是就在次数上面去找问题 最后你决定开始禁欲 对性要有接触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尽量避免跟性接触 而这个时候当你再遇到的时候 自然的也就更加的敏感 所以多学习多科普 禁欲是不会解决你时间的问题的 觉得有用 关注我吧 谢谢你 再见 谢谢你